由于废弃塑料缺乏更高效的回收方法 不少生物和环境在吸收这些塑料微颗粒后 再被人利用 反而危害人体健康 对此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利用一种真菌 可快速分解海洋中的废弃塑料 最后转化成制药的基础原料 美国堪萨斯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 先将聚乙锡PE塑料进行有氧催化 降解成涨碳物酸性物质 再放入基因改造的构潮去酶真菌 Aspragilus Nidulens 让其食用这些涨碳物 消化成一些有药用价值的原料 该项成果在去年年底 被发表在德国化学会期刊 应用化学Angelo Chemi上 论文中提到 科学家选用真菌的原因 在于它强大的生长能力 且容易培养和进行基因筛选和改造 同时可进行工程化等潜力 因此成为实验的对象 堪萨斯大学实验团队 首先将这些聚乙锡废料 放入谷盐 蒙盐 及林本二甲鲜案 让其催化成二缩酸 二缩酸是多种酸的总名称 不同的酸碳分子含量并不相同 主要是塑料来源的不同造成的 另外 他们还发现部分的氢二缩酸低碳 具有抗真菌的特性 因此需要筛选出去 避免干扰真菌活动 而这些氢二缩酸可以利用在一些降解塑料上 实验过程中 他们会去发现哪些细菌或者菌类的基因 可以产生有用的化合物 并将其植入构潮曲霉真菌中 这些改造过的构潮曲霉真菌 会将这些长碳链的二缩酸 代谢成一系列具有药力活性的化合物 其中包括有商业价值的曲霉本甲醛 Aspergillus benzaldehyde 青霉素 Citrioviridin和激动蛋白Mutalin等 美国约翰逊大学分子生物学特聘教授 该篇论文的共同作者 伯尔·奥克利·伯尔·奥克利 对堪萨斯大学新闻室表示 这一研究使用氧气和一些非贵金属的催化剂 去降解聚乙烯 将其分解成二缩酸 具有商业价值 奥克利教授表示 这与先前的缓慢的分解方式不同 这些真菌会像吃快餐一样 快速消化这些塑料品 早期需要好几个月分解塑料 但现在只要一周内 就能获得消化完的东西塑料 奥克利还表示 这次实验证明 真菌分解二缩酸时 会产生很多化合物 而这些化合物对真菌有用 因此它们可以抑制其他生物的生长 青霉素就是典型的例子 一般生物体的生长 不需要这些化合物 但真菌长出的这些 能有助于保护它 免受其他生物体的侵害 或与之竞争 它补充道 过往许多公司都想要开发真菌 但它们都只在培养民中实验 并检查这些真菌 是否会产生新化合物 但真菌95%的基因 都处于沉睡状态 非必要时 是不会启动这些基因 因此 有许多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 也许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